- 歡迎收看五度區小安賴 帶來您透視候選人真正的戰力 我是張歇雲 好 我們來關心這在大台中市長的這個選情啊 有人有這樣的一個有趣的比喻啊 就好像在這個料理 魚料理一樣 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這個蘇嘉全呢 這個蘇前主委啊 他是這個屏東黑尾魚啊 看起來是鮮猛活跳跳 但是呢 有人說他的對手胡志強 其實在碰到議題的時候處理啊 就好像冷凍撒西米一樣 什麼事情碰到都很低調 都很冷 但是我們來看到其實蘇嘉全在面對這樣的對手 他也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說就好像魚呢 在煎魚的時候啊 你如果呢 常常在煎一面啊 你沒有翻面的話 煎太久會焦掉 這樣就好像在暗奉他其實在這九年執政呢 似乎在這個一些政策上面的落實上面是有一些問題的 好 究竟呢 這兩個人現在這樣的一個策略呢 究竟誰是比較佔優勢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來賓呢 來做一 進行一場這個PK大辯論 好 先來這個女士優先啊 今天介紹我右手邊這位啊 這個人氣非常高 這是我們的台中線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王佳佳 議員你好 嗨 馨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佳 好 這個美女議員啊 好 對上我們是帥哥議員呢 這個是帥哥議員參選人 好 這是我們的這個台中市民進黨議員參選 王立任 立任兄你好 馨宇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美女對上帥哥呢 在我們這個辯論賽之前 大家都知道 熟悉我們的節目的觀眾都知道 要有一場這個五都群俠劍道賽啊 這也是呢 跟兩位說一下 三戰兩勝呢 這勝利的一方 除了待會兒在這個辯論有優先發言權之外 最後還有30秒的獨家辯論時間 好 所以是不是希望我們這帥哥能讓一下 不見了 對 男人真的要對女人好一點 拜託 是不是要讓一下 盡力 盡力 盡力來讓 好 這個雙方準備好我們第一階段的五都群俠劍道賽 先來開始 好 第一回合 這個 劍道賽開始了 到底男生會不會手下流行 看起來好像不太會 不太會的樣子喔 欸 我們家家一元 家家一元 家 家 家 加油 勝利 好 我們的第一回合 我們的王家家一元獲勝 謝謝 謝謝 謝謝